美国流行天后 泰勒斯表态支持贺锦丽之后 川普也反击了 他十五号在自己的真实社群上 发文说我恨泰勒斯 川普的发言 只有一句没有多做解释 不过外界认为他的意思 相当的明确 拥有将近三亿粉丝的泰勒斯 在贺锦丽跟川普辩论不久之后 就在IG发文表示要投给贺锦丽 这篇贴文获得超过一千万个赞 川普起先是没有激烈回应的 但过几天之后就挑衅的说 我恨泰勒斯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川普 在当地时间十五号下午 打小白球的时候 球场附近传出了枪响 川普团队表示地点是在佛罗里达州的 西宗旅滩 川普本身没有直接卷入枪集 安全没有疑虑 而警方将枪手制服逮捕 并在附近的草丛找到疑似枪手留下的 AK步枪包包以及GoPro FBI表示呢 这可能是一起企图暗杀前总统的案件 案情仍有待调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他海湖庄园附近 多辆警车停在现场浇管盘查 因为川普在挥杆打小白球时 球场外面传出枪响 惊动特勤局到场查案 特勤局指出探员在川普前方几个洞巡逻 发现一名持枪者正在把枪口推出围离 探员开枪制止 枪手随即逃之夭夭 警方在现场搜到一把装有瞄准镜的AK47 两个背包提袋 以及一部GoPro 初步认定是枪手的物品 警方在95号洲际公路 拦下辆车带走驾驶 据信就是枪手 联邦调查局表示 这疑似是一起企图暗杀川普的事件 川普没有直接卷入枪击 安全没有疑虑 他事后发简讯 向募款的金主们报平安 说包括他在内没有人受伤 而竞选对手贺锦丽也发文说 绝不能容忍暴力 枪手的身份犯案动机 还有在FBI调查公布 华日新闻我现场报道 而根据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 这枪手是现年五十八岁的鲁斯 他是一名极左派的支持者 也曾经在社群软体 X发文力挺台湾 还曾经发起募资计划 想派数千名曾经受到 北约训练的阿富汗士兵 来保护台湾 而警方消息人士也透露 鲁斯遭逮捕之后 相当冷静拒绝录制口供 犯的动机仍在调查 另外警方也在他躲藏的灌木 从当中发生一把带有瞄准器的 AK四七步枪跟架好的GoPro相机 一次是准备要录制枪擊的过程 花蓮玉里派出所接获了通报 有民众受困在安通月灵古道 体力透支 无法自行脫困 历经四小时的搜救终于在凌晨十二点多找到 陈姓男子 根据了解当时陈姓男子想到台东找朋友 跟着导航行事却來到偏远山区 随着天色变暗 再加上对山路不熟悉 开了两个多小时还困在山上 手机电量也即将耗尽 召集的赶紧报案求援 诚信男子冲冠获救后 由救护车协助载运 详细情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影响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很多人今天明天两天 可能都有赏月跟烤肉的行程 这天气好不好呢 把时间交给去这里听 十七号就是中秋节 不少人会选在这天团聚赏月 不过这天天气赏不赏脸 能不能顺利看到月亮 气象属预估目前赏月状况还挺乐观的 虽然十五号晚上海面上升成了 今年的第十四号台风葡萄桑 但它影响的主要时间落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对于中秋赏月没有太大影响 气象专家林德恩也评估各地赏月指数 尤其中南部地区天气晴朗赏月指数五颗星 北部地区有四颗星赏月指数都很高 只有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大低压带影响 有零星水气可能云量较多或是偶尔下起短暂震雨 不过赏月指数仍然还是有三颗星 外岛部分金门澎湖赏月指数五颗星 看到月亮的几率高 马祖则因为风向吹偏东风 同样有水气影响 因此赏月指数只有三颗星 中安来看今年中秋节台湾各地 都很有机会看到月亮 可要好好把握难得的好天气 海北地检署持续侦办金华城弊案 在今天是二度提讯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今天一早柯文哲的委任律师 郑声员也抵达了看守所绿舰 现场最新状况连线给记者蔡志明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带来关心简连针办金华城弊案的最新进展 就在稍早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的委任律师郑声员 是进到了台北看守所要来进行律舰 原因就是因为前两天 周六及周日是不能进行律舰的 而且在明天又遇到了中秋节 属于国定假日 所以今天将会是柯文哲跟律师律舰的 这个重要关键的一天 不过在上周五的时候 其实柯文哲就被北检是第二度提训到了北检 那不过在这一次的提训当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柯文哲的神情 是显得比较轻松的 那从求车到走到北检的这段路当中 甚至一度是面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外界在猜测说 现在这个简连手上的这个证据 是不是有办法来巩固这个柯文哲相关徒利罪 甚至会有没有一些相关这个金流的一个金流证据 那也是外界接下来要关注的 不过在上周五的时候 其实简连也有了最新的进展 就是约谈了前都发局长黄景茂 并且当庭将他转为被告 原因就是认为说这个黄景茂他在时任都发局长的时候呢 是通过是这个自创了一个金华城的方案四 这个方案四的内容就是让这个金华城可以获得 百分之二十的容积奖励 也是后来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 可以增加到百分之八百四的重要关键 所以认为这个黄景茂也是涉嫌图利罪嫌重大 所以转成了被告 讯后是以五百万元交保 不过外界也在想说 为什么同案的其他被告 包括柯文哲彭正生还有应小卫等等 都是遭到积压境界 而这个黄景茂却可以获得交保呢 所以外界也在猜测说 是不是在这个检察官讯问当中 黄景茂是已经把整个这个金华城的相关的这个内容 以及证据都已经全盘供出给检察官来换取免压 所以黄景茂也会是整个金华城并案 以及要巩固柯文哲是否有图例 以及一些其他相关罪嫌的一个重要关键 那接下来也要带你来关心到 这个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因为从他被积压以来 这个身体的状况似乎还蛮多的 已经两度被这个台北看守所借护就医 而在上周五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 以及上吐下泄的情况 而他的律师岳芳如呢 在13号的晚间也来到北院 要申请这个聚保停压 那律师岳芳如表示说是基于人道的考量 希望能够让这个沈庆金这个交保回家 那北院呢今天也最快也会在今天来做出裁定 来看看这个沈庆金是不是有机会回家过中秋节 那至于金华城岸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掌握 以上这些资讯时间交还给棚内 而刚刚志明有提到呢 这时任的都法局长 黄锦茂被列为是被告 他出席议会时调查小组会议当中 也不断的公称 其实整个过程当中 几乎都是上面交代的 绿营的议员就揪出 因为是有柯文哲清签的公文交办 才会有后续讨论龙几率的会议 而对外传是所谓黄锦茂的自白记录 民众党议员则批评 这并非当时的完整对话 根本就是以偏改全 黄锦茂是不是要毕业了 他去住都中心当初先赶 黄锦茂现在从政人转列被告 时任都法局长了他 究竟当时请辞是中央挖角的拉力太强 还是在柯市府的压力太大 一零九年三月 金华城容积率陈勤 直达市长氏 柯文哲两天后 就交办给独发局 今年五月他出席议会调查小组时 证实说市长氏 交办下来的陈勤案都会往上签 金华城这案就是由市长签字同意 送交给独委会 黄锦茂整个过程当中 几乎都是说上面交代 但是他会加一句话 叫做依法行政办理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他们由上到下 一气合成 几乎全部都已经沟通完成了 上面交代下面又要怎么办 独发局当时上签公文 说议员应小薇跟助理吴顺明 为了金华城有特别来拜访 表明了人事实地物 就是要再度询问确认 是否要将本案提送都委会 而柯文哲也亲自盖章 而邵秀佩就是这场专家咨询会议的主持人 时间轴似乎紧密牵连起来 不过绿营口中黄锦茂的自白记录 民众党议员陈又诚批评 这根本是以偏概全 因为陈勤案本来就会交办 给专业局处接手 而黄锦茂更坚持 没有所谓当面交办 一切依照程序办理 这种指控白营议员可不接受 但从检调到议会调查小组 要只取核心 靠政策的掌握 将关心人各个击破 华新闻 一名理性富人接到诈骗 电话有人假冒警察跟检 检察官说是要监管他的账户 而富人不宜有他 但当时有其他民众发现 诈骗集团成员在富人家外头 鬼鬼祟祟的赶紧报案 当真警察来碰到假警察的时候呢 他们还持续在跟富人沟通 详细内容交给脸 陈佩琪才秀出账户明细 想证明先生轻轻白白 但仔细看看又被揪出疑点 今年五月二十一号 民众党新竹市议员李国璋 汇了一笔二十三万元款项 到柯文哲账户里头 王毅川质疑身为民众党员 汇款给党主席 这到底什么状况 但有疑问的还不止这笔 在网上看看柯文哲账户中 短短三十秒内就有三笔支出 比对购买四千三百万商办明细 其中四十万是仲介费 还有四百二十万买房签约款 中间怎么夹杂一笔一百五十二万 时间应该是预约转账 所以代表陈佩奇是会转账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操作ATM 这个第一个就很奇怪 民众党要王毅川多花点心力 在正确的事情上 但金流已云 剪不断理还乱 目前看来似乎越解释越混乱 华市新闻黄旋宣林志淳台北报道 十五号的清晨四点多 有民众拍下有数十辆的改装机车 在新北市淡水区的关海路 人码头旁聚集 而警方到场出后这些骑士 不仅是违规骑车 还狂按喇叭 我们把现场交给记者有一话 好的主播可以看到十五号清晨四点多 新北市淡水区关海路上 有十几台的改装机车聚集在此 有人没有戴安全帽有人引擎声红龙巨响 现场一片混乱 众多骑士看到警车还停留 在现场徘徊狂按喇叭 丝毫不顾忌 当时就处于清晨 民众都还在睡觉 这行为似乎在叫嚣 警方也对此做出取缔 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淡查其中数量机车并取缔事件 改装噪音车辆 本分局在七到九月间 共计取缔 噪音车辆六百三十七件 超速一千零五十八件 无照驾驶八十七件 未到安全帽六百九十三件 本分局对于违法行为 严正执法绝不宽待 但甩分局接获到报案后 到场取缔改装车辆 虽然还在现场按喇叭叫嚣 但随后已经立即尿售散 远警也在前方的路口拦查 其他机车并取缔四辆改造车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镜头交换给棚内 昨天晚上八点有台风生成 会不会影响到中秋节天气 来看气象数怎么说 中国的上海附近 未来强度将会持续的减弱 而在昨天晚间八点行程的 今年第十四号台风葡萄桑 它目前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恒春的东南方 东南东方大约254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会偏向西北溪到西北的方向移动 在十八号之后较为接近到台湾的 北方海面附近 而今年的第十七号热带性低下 在今天早上八点 在菲律宾的东方附近行程 未来这个热带系统呢 未来也是有逐渐的往西北溪方向移动 并且有稍微增强微轻度台风的趋势 那不过这个系统呢比较偏向在南海附近移动 我们要稍微留意的是 它对我们附近带来的水汽的影响 我们从整个台风路径的浅势预测图上面 可以看到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 刚才所提到的未来会逐渐的往陆地上面移动 所以说会逐渐的减弱了 而十四号台风葡萄桑整体的路径的浅势呢 可以看到在十八号的左右呢 会接近到琉球的南方海域 而在十九二十号会逐渐的接近到 中国的华南的这一带 所以在十八号到二十号这段期间 是稍微接近台湾北方海域的这一带 所以稍微留意在这段期间 对我们附近天气的影响 而十七号的热带性DCI 未来的入境上面呢 主要是以偏向前往在南海这一带附近移动 所以说虽然强度上面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不过对我们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整体的天气状况 我们从卫星预图上面 或是比较大范围的卫星预图上面 可以看到呢 这样子的热带系统呢 其实今天在台湾附近呢 并没有比较接近的影响 台湾上空还是大致上面 比较偏向晴朗稳定 不过可以看到 随着整个低压带的走势 在今天晚间开始呢 整个偏东风会影响到台湾附近 所以说呢在整个东半部 还有北部的这一带呢 云量会比较增多一些些 尤其在东半部要留意 比较明显的降雨 这样子在今天晚上呢 明天一整天都会稍微 比较持续一些些的 所以我们来看到 整个天气的情形 在今天白天 各地上面呢 大致上面都是 一名理性妇人接到诈骗电话 说有人呢 持他的证件要呢 办贷款 而且呢 接着是由同伙假冒 警察跟检察官说是要监管账户 夫人不疑有他 还好当时有其他民众 发现诈骗集团成员 在夫人家外头鬼鬼祟祟 赶紧报案 而最新状况交给记者连 我们警察 同事主播远警到场 正在询问夫人 是不是已经把金融卡 交给诈骗集团时 发现他还在跟诈骗集团 讲电话 真警察就在眼前 夫人还是不相信 坚持要继续和电话中的 假警察说话 眼看夫人还是半信半疑 远警没办法 只好和夫人说 要带他去看自己 逮捕假警察 最后来到门外 诈骗集团成员 都已经被制服蹲在地上 真警察抓假 警察场面发生在彰化 当时李姓夫人 是接到诈骗电话 说有人持他证件 要办理贷款 并且通过假冒警察和检察官 来收缴信用卡 夫人都一一照做 夫人听信将其所有 银行机关卡交给假冒 警察官私人 不过当时就算有远警 赶到现场 夫人还是不太相信 直到看到收走 自己金融卡的假警察 蹲在地上 才知道被诈骗 也还好远警 及时到场 阻止保住 夫人账户内的264万元 以上是我们 掌握到的情况 主播 我们下转发行 封印rows